其實一開始我們是做仿古陶瓷 仿古陶瓷就是傳統彩繪、豆彩、青花、粉彩 不同的技法結合在一起 1979年創立,今年是剛好一四十年 國泰碗的成功機率是百分之三十 為什麼會做國泰呢? 是有一次我父親為了找新的靈感 然後他到故宮去 那他後來看到一件產品叫做填白半朵胎 他就不斷地去研究怎麼樣去把古法的填白半朵胎的技能找到 所以後來我們才開始在做國泰碗 那當你設計一個東西你想找陶瓷 你要先問你自己為什麼要用陶瓷 陶瓷它有它特殊的質感 它特殊的溫度 所以你假如這個東西它是非用陶瓷不可 那歡迎你來找我 如果它的技術的溫度是比較高一點 活胎是我們的強項 可以把黑胎做到非常高 第二個就是多美胎的結合 就是你要跟琉璃結合 跟琪琪的結合 跟不鏽鋼的結合 很多種 通常來找我們都是找片人 找不到人做 你有多少能力氣的能力 成績 成績